你知不知道鞋柜这样放是会影响你家财运的 赶快来对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特别是最后一个影响最大 第一个 既正对大门 鞋子在外面会沾染很多脏物 能量博杂 要是正对大门 这些杂器就会从门口进入室内影响你家运势 第二呢 既过高过大 正好高度在房间的三分之一以内 因为上为天才 中为人才 价为地材 鞋柜的鞋子呀 是穿脚上的属于地 如果鞋柜太高 占据了人的位置 就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要是大面积占用了玄关空间 还会影响财气进门 最后一个啊 就是最好要使用有门的鞋柜 因为鞋子本身是带有污浊之气的 所以一藏不一露 用带门的鞋柜 可以防止鞋子的污浊之气 扩散在家里 扰乱室内风水 最后影响整个家庭的运势 让你们家破财漏财 不说还失眠多梦 容易生病 以上啊 就是鞋柜的风水禁忌 你们家要是有的话 要尽快调整了 如果还有其他风水问题 自信老师就能给你帮助 帮助我 给你分享更多风水知识 祝你调整风水磁场 居住福地 更加望你的财运